NLP创始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廷 我是NLP创始人Richard Bandler 在台灣所認證的NLP的訓練師 2019年,我第二次在到歐蘭島去上他的訓練師的課程 在那裡我碰到了一個20歲的年輕人 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時候,跟他講話的時候瘦巴巴的 我不知道 後來等到聚餐的時候 任何在美國的課程基本上都會有一個聚餐 哇,他拿了好多東西來做到我的餐桌旁邊 我問他說你吃得晚啊? 另外大概是我的三倍的份量 他說可以啊,他現在都是四五天才吃一餐 那我問他說為什麼? 他分享他來上這個課程的原因 他說他小時候都是在飢餓跟貧窮裡面奮鬥 所以他希望的是他學NLP 可以擺脫飢餓跟貧窮 所以他現在想成為一個NLP的訓練師 他希望可以靠著這個來擺脫飢餓跟貧窮 因為他看到很多這些人 尤其是他認識的一些來自中南美洲成功的人士 他說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他們都學過NLP 他覺得學NLP是成為一個成功人士的必經的途徑 所以他也要學 他說他學完之後 大家到處去走走到處去看看 各位朋友 這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二個年輕人 謝謝你 掰掰 掰掰 你看阿姨 enh الح